國民黨臺北市立委補選參選人 王洪威 六號接獲了恐嚇電話 警方分析通聯記錄 鎖定一名 住在高雄市的蔡信嫌犯 並且在昨天晚間南下逮人 蔡信嫌犯被逮之後初步坦誠 是不滿王洪威猛攻綠營黑道的發言 才打電話 警方訊厚將依恐嚇罪嫌 移送檢方來偵辦 阿伯 我們心意分局 那知道我們來的是什麼事情 我知道 他可以配合 可以 涉嫌恐嚇臺北市議員王洪威的可疑人士 就是這名穿著亮色系外套的六十五歲 蔡信犯嫌 警方分析通聯記錄後 其後晚間南下到高雄三名區逮人 蔡信犯嫌本身有恐嚇前科 落網之後初步坦誠是不滿議員發言 拨打電話威脅 由於王洪威猛攻綠營黑道問題 因此在嫌犯被逮捕 之前還一度遭到綠營人士懷疑自導自演 我們不能夠縱容這樣的一個威脅恐嚇的行為 那麼所以也拜託警方能夠競速的 能夠找到是什麼人做的 然後幕後有沒有人主使 辦公室就幫我申請了水護 對手民進黨吳怡農 7日前往文昌公參拜 表示譴責任何暴力行為 拜託警方全力偵查 另外對於頻頻被黑道議題攻擊 吳怡農則希望這類議題醜作 應告一段落 補選期間任何爭議都會被放大檢視 臺北市警局這次成立專案追查 除了加強保護王洪威的人身安全 也在二十四小時內火速代言 並且查扣行動電話一支 順後將依恐嚇罪嫌移送檢方偵辦 記者綜合報導 終局長